好,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哥哥從上課帶回來的一個小玩具哦 這次叫什麼名字呢? 波浪谷 波浪谷哦 那是爸爸剛剛去查 滾哥滾妹才知道 這是古代的一個小玩意兒 他是玩小玩具 他會發出聲音咚咚咚咚的聲音哦 那我們請滾哥示範 球球出來囉 打破賽事 好,那你畫的那圖案是什麼呢? 呃... 感覺好像都不知道耶 都不知道,你喜歡就把它畫出來對不對 對 對,你喜歡那種彩虹的顏色 我喜歡畫熊熊 熊熊的顏色 熊熊出墨啦 對,下次如果有機會你做到這個玩具的話 你也來畫熊熊好不好 熊熊出墨啦 好,換妹妹玩看看 好,預備 要輕一點哦 開聲 你怎麼要酸 喂喂,他玩 聲音 他聲音是 叮叮叮叮叮對不對 好的,這樣邊吧 這樣子就很大聲了 來,我們 給哥哥 給哥哥 他以前 以前的小朋友不會這樣子像你這樣瘋狂的這樣玩 為什麼? 因為這樣子就不好玩 就很吵 那他們都會配合樂器會 一個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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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會配合樂器去玩 有些小朋友他會這樣簡單 咚咚咚咚 他會覺得很開心 你看哦 現在現在小朋友的 現在的玩具是什麼? SWitch啊 手機 iPad 他都會 他都會當作是遊戲的玩具裡面 還有你們的樂高玩具 可是但是早期古代的小朋友 都是玩這種古代的玩具 科技也這麼發達 對 但是他們很喜福 喜福就很珍惜現在有的東西 那我們就分享給大家 這是今天哥哥從學校帶來的 波浪谷古代的玩具喔 其實現在在夜市還是買得到喔 買得到這個咚咚咚聲音 只是今天這一次老師是用這種方式 讓你們畫畫 怎麼做啦 我都不知道 對 很厲害喔 他說要放這個想像力 對 好吧 那我們就分享給大家好不好 好 拜拜